Hello大家好,我是小金,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昨晚开始下雪 所以说早早的起来拍视频 下雪的京都是非常的美的 像京都这个地方啊,它冬天是几乎不下雪的 它即使下雪,它到中午就化了 所以说这么大的雪,我一定要起早拍一拍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期视频呢,是一月末拍的 现在是上午九点左右 雪很大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叫做八板神社 在京都的紫园 我相信很多来京都的游客一定会来这个地方 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安静 到了夜晚呢,两手边的灯笼都会点灯 京都的雪很厚重,因为它比较温暖嘛 是说,散步的时候就得打闪 要不然衣服就淋湿了,北海道就不是 我相信很多来过京都的游客呀 也未必见过雪里面的京都 京都有三大节日 其中有之一呢叫做指缘计 就在巴巴神社里面和前面的四条这条道路上举行 每年都有几十万的人参加 不过这两年由于疫情啊都停止了 非常的热闹 今后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夏天来京都感受一下 七月到八月一个月都是节日 但是有两天是最热闹的 雪里面的京都真的是太美了 这个就是巴巴神社的主殿了 因为京都比较暖嘛 所以说冬天还有很多叶子是绿的 雪呢落在叶子上就会击纯住 非常的美 你像北海道啊 在山上就都是光秃秃的 所以说远处看山呢就是非常的黑 但是京都啊就有点绿色 有点绿色 我家里的雨伞 透明的都坏了 所以说今天就拿个黑色的雨伞给了撒住 左手边都是喝抹茶的地方 吃冰淇淋的地方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们今天呢会要着京都的古城走一圈 是一个非常人气的一个旅游路线 我们今天会走一圈 可能分四期左右 希望大家喜欢 这是第一期 还会有三期 这条路两边呢 有很多的民宿 还有餐厅 沿着疫情 民宿的状况确实有点不容乐观 这附近很多民宿都是中国人当老板的 因为中国人有钱的太多了 在日本买了很多的房子 在京都买了很多的房子做民宿 我今天是坐车来京都的 因为我家的车没有冬季轮胎 开车比较危险 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呢? 新都散步之后 我可能会去自赫县的北部 日本的危险的大雪地盘去拍拍视频 整个冬天我们就会在雪中的视频度过 然后雪中视频结束之后呢 就是樱花季了 对面的山上都是满了雪 非常的漂亮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问题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记得回复大家 接下来大家跟着青年月一起散步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还请看 对面 有点赞 适量 又拍摄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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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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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